用一周症状缓解就可以了 说完了这个热蔫了 咱们再说另外一种 这天一热呀 这脾气就渐涨 所以我觉得咱们网友形容 这个热爆了确实是够形象的 而且咱们不少网友也说了 说这症状跟自己可是一模一样的 我老妈除了脾气爆 最近还老说我给她气得脸都气红了 这泪茶汁也疼 还老说嘴里苦 没事就喊块糖 我都怕她得糖尿病 这到底是啥情况啊 我也是这样 脾气最近特别大 而且嘴里老干觉得苦 另外一位说 我也是热爆了 这个两肋经常疼 脸特别爱红 这化妆都遮不住 这什么情况呢 你看看热爆的人不少 而且咱们总结了也是三个字 叫苦疼红 那么这些呢都属于这个 干细余节 余耳化热的一些表现 干余化火呢 还有一系列的症状表现 比如说她有口苦啊 这样的患者往往是早晨起床以后 出现口苦的几率比较大 有的人说呀 我这嘴苦的特别重 说你嘴苦我就吃点糖嘛 结果呢吃点糖 她仍然是苦的 所以说呢 这都属于 干活比较盛的一种表现 烟干啊 悬晕啊 另外呢 急躁易怒啊 是吧 鞋内胀痛啊 是吧 等等 这都属于干于化火的症状 当然呢 在夏季比较常见